当我们安装了Temperator跟QuickAdd这两个功能很强大的外挂以后 我们在Obsidian的系统里面 事实上就有了三种不同的模板格式 第一种就是核心的模板 这个核心的模板我们可以不用再理会它了 因为它就直接被Temperator这个模板给取代了 因此我们主要要使用的模板的预法 事实上是要使用Temperator这个外挂的语法 另外QuickAdd它也有自己的API的语法 它其实又可以使用Temperator 因此QuickAdd的模板其实是Temperator 加上QuickAdd的一个两个综合模板的语法 我们在使用上就要特别注意 我现在到底使用的是Temperator 还是是使用QuickAdd来驱动产生的笔记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模板 在它使用的实际上有哪一些需要特别做注意的 还有我们实际来讲解一下Temperator或者QuickAdd 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的模板的一个范例 今天就简单的为各位来做一个汇总的介绍 当然因为QuickAdd它其实也支援了Temperator的语法 所以最安全最不会出错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不要去QuickAdd的模板里面去写QuickAdd的API 这样子就保证不会出错了 但是QuickAdd又有一些QuickAdd自己API的一些比较方便的一些功能 我们又很想要用它 因此在命名上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模板的资料夹里面 最好把Temperator的模板跟QuickAdd的模板 能够把它给区分出来 这样以免在使用的时候不小心用错了 比如说我们在Temperator的模板 就会带上Temperator的字样 在QuickAdd的模板就会带上QuickAdd的字样 这样子在选择的时候就不会选择错误了 这个是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一点 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在使用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是QuickAdd还是Temperator 你就通通都先使用Temperator的语法 等你熟悉了这两个模板系统不同的地方以后 你再来去修改QuickAdd的模板 让它加上一些QuickAdd的一些API的一些写法 这个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建议 下面我们就替Temperator跟QuickAdd 分别建立它的每日笔记 跟它的一般笔记 因为每日笔记里面的格式 会有它特有的一个格式 比如说我可能有每天的一些任务安排等等 然后一般笔记可能我们又需要能够弹出视窗 让我们选择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笔记 比如说我是要写跟Obsidian相关的 或者是我是要写跟Windows相关的等等 我们可以用一个选项来产生不同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会把每日笔记跟一般笔记给区分出来 因为又是Temperator跟QuickAdd两种 所以总共就会有四种的一个模板的笔记 我们可以来产生 在这边当然就是我们把QuickAdd 也先独立出来的原因 就是将来我们就可以保持了 以后可以扩充的这个弹性 日后我们就可以使用QuickAdd 来写它自己专属的一个模板了 接着我们来汇总一下在Obsidian里面 如何建立新笔记的几个方法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按下Ctrl N 或者是Ctrl Shift N 直接来建立新的笔记 这个新的笔记 它会直接产生在你设定好的资料夹里面 我们要在设定的档案与连结里面 找到新建笔记储存位置 然后把它设定成是下方指定的资料夹 然后在这个下面这里储存新建笔记的资料夹 这边去输入你要放的那个资料夹 我们把新建的笔记都统一放到一个固定的资料夹里面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每一天结束的时候 都来整理这个资料夹 把已经做完写完的笔记 搬到它自己适合放置的位置 这样子比较不会需要在不同的资料夹里面 去找你新产生的这些笔记到底是放在哪里 因此我们就要做好这一个设定 另外Temperator 它也增加了一个针对不同资料夹 可以指定不同模板的这个新的设定 因此我们就在第三方外挂这边输入Temperator 找到Temperator以后点击这个Options 在这个Options里面就会有一个FolderTemperates 我们要把这个EnableFolderTemperates这个选项给启用起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指定不同的资料夹 使用不同的模板了 我们先按一个加号 在这边选择我们的资料夹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选择这一个 我的Inbox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我们是要使用Temperator的 我要使用Temperator的一般笔记 所以我们就来找一下 Temperator-Note 好,我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一般笔记 好,这个就是我们选好了这样的设定以后 就储存成功了 到时候我们在我的建立新的笔记的时候 他就会使用Temperator-Note 这个模板档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别的资料夹 你也想要让他套不同的模板的话 用刚刚的这个设定一样 你就是再加第二个资料夹进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假设了,我们再加第二个资料夹 我的这个scripts里面 就是我的脚本里面 我要使用某一个样板档 假设是用这个样板档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起来了 这一种设定的方法 你当在新增的时候 当然你就必须在你的资料夹这边来做设定了 你要从这边来做新增 就要从他的右键来新增笔记 他才会去套Temperator里面设定的资料夹的模板 建议新笔记还有一种是 点击不存在的内部连结的时候 他也会自动来建议新的笔记 这个时候他就会使用我们刚刚在档案与连结里面 设定的预设的那一个模板 他就会直接来使用它 因为我们先前Temperator已经设了这一个 因为我们新增的笔记会产生在030-inbox 因此他就会直接使用Temperator-note.md 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产生我们的每日笔记 我们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从日历这一边来产生 比如说我点击了这个8以后 他会弹出是不是要Create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让他去执行 我们要用的每日笔记的那个模板 因此我们就要做这些设定 首先我们要在日记里面来设定我的档名的格式 第一步我们要先把格式给设定好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外挂选项里面选择到这个日记以后 在这边指定好你的日期格式 像我是用YYY-MM-DD 底线DDD 这个底线DDD它就会出现星期几的这个中文 然后我们在这边也指定了我的档案要放在哪里 所以我的每日笔记会放在020-daily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我的模板档案就要在下面指定好 我在这边指定的它是Temperator的daily.md 这个模板档案 因此我们从Kalin的里面产生新的每日笔记的时候 或者是从我的工具栏的这个每日开启今日的日记 这边点击产生出来档案就都会套这个Temperator-daily.md 所以我们的每日笔记要在这个地方设定好 第四种建立新笔记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QuickAdd来直接建档 这个方法我们就必须要使用QuickAdd的Choice 由这个Choice里面再来选择你要建立哪一个新的笔记 比如说我们从Ctrl-P 点击Ctrl-P以后出现了Mini面板 再输入QuickAdd 那你就可以找到这个RunQuickAdd 在这个RunQuickAdd里面 我在我的Temperates里面就已经有建立了 每日笔记跟一般的笔记这两个选项 这两个是在外挂设定里面 我们找到QuickAdd以后 在这个外挂设定里面 首先我们要先建立一个Temperator 因此你在这边要输入一个Temperator 然后右边这个选项 要把它Choice 选择程式Temperator 然后再点击Add a choice 这个动作做了以后 它就会在上方出现你新加的Temperator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再用这个齿轮符号进来做修改 在这个地方你要指定你的Temperator的档名是什么 因此我们在这一边就指定好 我用的是Temperator-QuickAdd-Note.md 这是我们一般的笔记要用的模板档 然后我们要让使用者先输入档名 因此我们在这一边把这个File Name Format 给勾选起来 然后在File Name里面 用大括号Value冒号 让使用者输入档名 这个就会弹出一个视窗让使用者输入档名 然后后面我们再来指定 我这个新产生的笔记要放到哪个资料夹 我们一样是放到030-Inbox里面 接着是你新建完以后 你是不是要把它开启起来 是,我们要把它开启起来 然后我们开启起来的新的面板 是要用哪一种格式 如果你没设定的话 它可能就会根据你系统目前使用的方法来做 我们最好是把它选起来 然后就把它变成是用垂直的 然后同时要把你的焦点移动到你新的面板里面来 这样就可以设定好一个Template 然后日记也是一样的设定情况 上面都一样 只是这一边使用的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 我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选错了 这个 我是要使用日记 所以是使用QuickAdd-daily.md 然后在这边我的档名 是在用我们刚刚日期的那个格式 就是Date 冒号 那两个模板也设定好了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一些模板的我这边的基本的写法 那这几个档案都会放在说明栏里面 我会放上连结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下载下来 再来做修改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Template 的每日笔记的一个写法 那它的目前我的档名是Template-daily.md 就是我们现在右边看到的这个内容 那首先在我们的YAMO区 就是把我的基本资料给写出来 比如说我的建档日期 那这个建档日期就是用tp.date.now 那它就会取得目前系统的时间 然后这个alias 我就直接取用我目前的标题的档名 也就是tp.file.title 那它其实就会是理论上就是yyy-mm-dd 然后底线星期几的这个档名 然后这个weather 因为我在Template里面有设定了一个 自定的一个函数叫做天气 天气底线台北市 因此它就会透过网路的API 去取得目前台北市的气温 然后Tex 我给它的这个标签是叫做daily 然后后面一集标题就是我的档名 然后后面是一个修改的日期 那这边使用了Template的一个 所谓动态命令的一个写法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设定的值 每一次我的网页有重新 我的笔记有重新做重新整理的时候 它会自动取得最新的值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在百分号的后面写上用这个加号 那这样子每一次当我从预览状态切换到编辑状态 在切换为预览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根据你目前档案的最后修改日期 自动做变动 那这个情况你不能用小于百分号 因为小于百分号取出来的内容会是静态的 它没有办法跟着你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去做变动 那你需要动态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加号 然后后面就用取得昨天跟明天的这个连结 然后因为最外面我们就是用了内部连结的两个中括号 因此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超连结的一个形态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使用了上次讲过的这个地方load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Tasks这一个外挂 它会帮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代办事项做一个整理 那这边就是几个本日完成、未完成、明天到期等等 它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最后面在这边 会去取用这个FunctionGate Week这个函数 去取得今天是星期几 然后如果今天是星期一或星期四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日期这个二级标题给输出出来 因为我平常星期一或星期四都有可能会开会 这个时候我的星期二、三、五 我就不需要出现这个会议 这个是方便让系统自动帮我们做这一些 平常逆行性的一些判断 这样子速度会比较快 在这边我们有另外设了一个所谓的Title Date 这个变数 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今天会去产生明天或是下礼拜的某个每日笔记 这个时候如果我用tp.date.now 取到的日期就会是今天 那就会有错误 我是希望说我要取到的是我刚刚点击的明天或下个礼拜的日期 我就直接从档名里面 因为我们的档名其实就已经有带了日期 所以我就从这个档名里面去找到我今天的日期 把这个今天的日期给存起来 这个Index of底线是因为我有带那个底线星期几 我只要底线左边的年月日就好 我就把这个渠道的年月日存到这个Title Date这个变数里面来 然后这个这个在后面我们会有另外再拿这个Date来做一些处理 这个Daily Date好像没有用到 不过这个就是给大家了解 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方法取得我实际这一篇每日笔记 它真正的这一个那一天的日期 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取得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每日笔记的一个写法 然后另外比如说我星期一 这边就有一个新的写法 如果今天是星期一的话 我会把这个阅读Obsidian Roundup 这个内容给含在我的每日笔记里面 这一边有多了一个百分号 后面有多一个简号 这个百分号的左边也多了一个简号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Temperator的语法 它一定会回传一个换行符号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换行符号的话 你就要加上这个简号或者是底线 它就会不输出换行符号 要不然的话 这一行跟这一行都会个别再输出换行符号 因此到时候你这个每日阅读 跟周一阅读中间就会有两个空行 我们为了不让这个空行出来 你就在这边加上简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Temperator的每日笔记的一个简单的语法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Temperator一般笔记的做法 那一样我们是用Temperator的语法来写 首先我先取得目前我的标题 我的档案的档名 如果我的档案的档名是由未命名开头的话 那我就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让使用者输入新建笔记的档名 我会把这个使用者输入的档名存到这个title里面来 如果使用者没有输入档名的话 我就结束这整个建立新笔记的一个程序 然后下面如果说这个是预防性的 如果是空白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档名改成是未命名 然后同时如果它实际上已经有档名了 使用者有输入一个新的档名 我就会把目前我们新产生的这一篇笔记 用tp.file.rename把它改成使用者输入的档名 要不然它新产生出来的名称 可能就会是叫做未命名义 那我就是直接使用者输入什么 我就把它给用rename这个函数 把它变成是使用者输入的那个名字 这样就省掉我们日后再去做改名字的动作了 后面这个就是让使用者来选择我们的 这一篇笔记的标签 因此是使用了tp.system.suggestor 然后传进去阵列 然后左边第一个阵列是显示的选项 右边是选择了以后会回传的内容的值 比如说它如果选择Obsidian 那它回传出来的就会是Obsidian这个值 因为我们的显示跟回传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就用一个阵列就解决了 因为我的如果使用者选择的是YT-Videos的时候 通常我会连着Blog也要一起有 因此我这边就自动把这个判断就加进来了 使用者如果选择YT-Videos 我自动就会把标签变成是Blog跟YT-Videos这两个 后面我再根据使用者输入的档名 再加上它的标签 然后会到使用这个tp.web.random底线picture 去Unspresh.com 去取得一个动态的随机的图片 然后这个随机的图片会显示在我们的笔记里面 接着后面就是一样在YAMO区的建长日期 Alias is跟Text 然后它的标题,它的修改的日期 我们一样用动态的方法来取得笔记的变更的时间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随机的图片的一个超连结 然后再来这一个tp.file.cursor 是我们设定的temperature 产生完模板的...根据模板产生出来的笔记 它的游标要停留的位置 它都会预先就会停留在这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可以设定tp.file.cursor 括号1 表示是第一个位置 第一个游标的位置 如果你希望它移动到第二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cursor2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是第二个位置了 在做这个cursor 要它能够产生作用 有设定要来做设定 我们在第三方外挂里面找到template的选项 然后请记得这一个automatic jump to cursor 这个选项要把它开启起来 这样子到时候新的笔记产生好以后 它才会自动停留到我们的cursor1那一个位置去 还有你的 你如果希望在产生新的笔记的时候 你的template的这些语法要发生作用的话 你记得这个trigger temperature on new file creation 这个选项你也要把它开启起来 这个是这两个设定应该是都要把它启用起来 还有我们的游标的停留的位置 你最好也把它设定一个快捷键给它 这样子方便我们来做移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快捷键我们可以怎么设 点击了设定以后快捷键 然后你输入template 你可以找到这个jump to next cursor location 你可以把它设定一个快捷键给它 比如说我这边设定的是control tab 当我们在产生新的笔记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control tab 在这两个cursor中间去移动 移动到那个位置以后 它会把这一行命令给删除掉 我们来产生一次新的这个笔记 来测试看看 我们产生template的话 我按一下ctrln 首先会输入新的档名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test123 按enter 假设我是windows 我们等一下 因为它这边会去取动态的图片 所以会慢一点 你看到它就帮我们把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些内容 就通通都填好了 而且它一进来就帮我们立即跳到cursor1这个位置来了 我们再按一下control tab 它就会跳到cursor2的位置 同时把这一行给清除掉 这个就是cursor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这个就是template的一个用法 这个quickhead的写法 我会放在我的说明栏里面 各位有兴趣就自己去看 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新键笔记的模板 因为我们的temperature跟quickhead加进来以后 我们会需要做的一些变动 还有它的一些设定的方法 希望对还不熟悉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